唐代宗大历八年 柳宗元出生于京城长安的一个官宦世家 四岁时 他在母亲卢氏的教导下完成了启蒙 建中四年 翻阵传来战火 十一岁的柳宗元从长安到下口投奔父亲 他随父亲参与了官场的文坛社交 一个天才少年的名号正在雀起 二十一岁时柳宗元进士吉地 名声大振 这一天 他在长安大道上看遍了春日名花 与他同登金榜的还有一个寒门儒生 刘雨昕 二人一见如故 结为知己 刘柳的名号响彻长安 柳宗元似乎得到了命运的眷顾 考中进士之后 他照例做了几任小官 在三十一岁那年被召回京城 任监察御史 他与韩玉频繁来往 一场影响深远的古文运动正在兴起 文坛正在复兴 政坛却暗流涌动 他毫无保留地投身到王淑文的麾下 他准备整肃朝政 让大唐重现开元盛世 真元二十一年德宗驾崩 李宋即位 视为唐顺宗 有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 柳宗元等人的革新拉开帷幕 他们霸取劳民伤财的公事 贪污残暴的李时被驱逐 贱卖入宫的侍女被释放 这群年轻人的改革 让整个朝堂为之一心 然而七个月后 唐顺宗突然病倒 皇座被迫善位于唐县宗 轰轰烈烈的永贞革新 却草草落下帷幕 这一年 三十三岁的柳宗元 被贬为永州司马 从大权在握到远点岭南 这样的落差让他难以接受 千山鸟飞绝 万静人踪灭 孤州梭丽翁 独吊寒江雪 这首诗写尽了柳宗元的千万孤独 在这遥远荒屁的南方 他一待就是十年 公元八百一十五年 在一个多月的跋涉后 柳宗元回到了长安 由于政敌的仇事 柳宗元并未受到重用 这一年的三月 他再次被贬出长安 任职柳州刺史 他的好友刘雨昕 被贬到最为荒原的波州 柳宗元喊泪上书 愿以柳一波 虽众得罪 死不恨 他救了自己的朋友 四十三岁的柳宗元 独自启程前往柳州 他已经不是那个锋芒毕露的年轻人了 好在还有个小小的柳州 可以让他做些事 他在柳州四年 释放了当地的奴婢 开凿水井 创建学堂 他让当地的人们走出了饥饿和贫穷 对于柳州百姓 这些实实在在的善政 远比朝堂上的几句口号更值得被人铭记 公元八百一十九年的冬天 柳宗元在柳州因病去世 享年四十七岁 柳州百姓为他建了柳侯祠 直至今日 祠内香火绵延不断 没有多少人能说出几个晚唐宰相的名字 但人人都知道柳宗元 都被得出孤舟梭丽翁 读掉寒江雪 一生都享留明清史的柳宗元 以另一种更好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梦想